星期過年 很多民眾家裡面 已經開始在傳團煙飯的菜式 希望圍爐麵一顆火 可以吃到切草的料理 不過台北營養醫生就提出民眾 也就要顧慮到老大人感到好保 醫生表示說 很多老人 因為沒什麼水氣 東西難保 胃口不好 作成這個營養不夠 金肉減酒 所以他們的營養部 就開發出適合老大人的食譜 讓老大人用企劃水就補的如何 做順便 滑滑溢溢溢溢溢 在豆餉吃好了 整個有魚有肉也有菜 都是澎湃又成長的料理 這是台北營養部 特別為老大人開發的營養 讓沒有出口的老大人 無論菜還是肉都可以吃 三個不就吃到實在的好味道 醫生這齣這些老人 因為沒什麼出口 東西難保 圍爐越來越壞 作成營養不夠甚至幾百的檢酒 我們還是用均衡的飲食 來當一個設計的主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包括 每日的六大類飲食 我們都需要把它設計 在我們所有的這樣的一個食材裡面 那只是把它的質地 做得比較質地軟 但是我們又不要碎碎糊糊 醫生表示 真最老大人 大家因為肉和菜比較難保 就不愛吃 只有吃飯 這些都是點粉的東西 像兩杯子 沉味就吃得不夠 便宜就和這次中曝光 作為開發十一項菜式 營養素控制 這些料理都是到大人 只用鍵刮水就補得了 也提示民眾在處理實材 是最好切到比1.5公分 更小才去煮 這項保留實材的口感 有的菜盡量都切1.5公分 以下 要它煮的時候 的確定 如果有的可以先把它倒過 再來炒 還是再來煮 它的口味和口感 會變得更加密 更好吃 一定要把這個蛋白質 做好 營養素表示 如果要知道料理和母豬 夠軟 夠好 可以用洗餐的簽罵看看 如果稍微出來的店員 就是最好 台北營總表示 他們開花的十分 會共同在營養部的 網頁上頭 紅白賓獎 參考來煮好 出來人家 讓四大吃得開 比個健康 繼續劉獎如 鄭俊優 台北奔德